中国安徽省旅游局副局长陈磊带队 于7月14日在洛杉矶举行旅游推介会 向广大美国民众推介具有最中国韵味的安徽旅游 他同时带来一个好消息 中国安徽即将开通至洛杉矶的直飞航班 为前往中国安徽的客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出席当天安徽旅游推介会的由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环球东方总裁 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新闻组组长行磊 中国国家旅游驻洛杉矶办事处主任助理周鹏 中国安徽省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黄山旅游集团公司总裁叶振军 中国东航朱洛杉矶办事处资深业务经理 迈克王等多位官员与侨领 安徽省旅游局副局长陈磊向全场来宾介绍了安徽的情况 并希望海外华人与主流人士一起去安徽看一看玩一玩 刚才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安徽的 有山水人文的风光 我想你们可能更多的了解北京 上海 西安 但是呢我想向大家介绍 真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代表中国山水 代表五千年文化传承 还有一个重要地方就是安徽 安徽的黄山 九华山 天柱山 安徽的太平湖 潮湖 等等 山水人文风光 都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安徽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 三个世界地址公园 很多的旅游资源 处在非常好的保护状态 过去呢 这个大交通没有全面改善之前 也许你去安徽不是很便利 现在无论从上海 北京 南京 或者从河北 直接到美国来 都是非常方便的 下面不久的将来 河北将开通 到洛杉矶的 大航班 刚才那东航 已经介绍了很多情况 我希望在东航 直飞 河北制打洛杉矶以后 有更多的 洛杉矶的朋友 美国的朋友 到安徽来 旅游 观光 商务 我们也会引导更多的安徽人到美国来 到洛杉矶来旅游 安徽的黄山和玉塞美地呢 是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个两个山之间和福景区之间的 牵涉了解媚山 解媚景区的这种友好关系 去年黄山市委书记 专门带谈到 玉塞美地 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 下一步呢 我们也准备 我们安徽的 比如代表团也 会再去 玉塞美地去访问 跟玉塞美地 有全面的进行旅游交流合作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这个 有机会在这边 与我们安徽罗局的朋友一起在这里 向美国的民众推荐美地的安徽 正如刚刚在推荐会上 大家来介绍的 无论是中国的京剧 还是美地的黄山 都来自于漂亮的美地的安徽省 所以我们在这边 与我们美国的民众 一起去安徽旅游 一起去看 一起去欣赏美地的中国美地的国